记者刘晓星彰化报道,漫来就拿不到了,彰化县政府印制2018年的日历与桌历,今天在全县各地护政事务所供民众所取光是鹿港护政事务所,今天一早就被索取将近一半,一听到就赶快来拿。 吴静女子表示,今天一早就听到说可以到护政所拿日历,桌历,所以一有空闲就专程到护政所,有了明年的日历,桌历,就不必在四处询问那里有再发。 鹿港护政所主任林赞星表示,这是第二波发放,第一次是11月27日发放日历,桌历各500本,两天内发放完毕,这次是日历,桌历各450本。 今天早上已发出将近一半,由于数量有限,每人现领取日历,桌历各一本。 彰化县新闻处长李俊德表示,新闻处花费589万元印制明年日历和桌历,发放对象不是只发给明代和村里长,也发放给平日奉献付出的一锦一销等至公,也会在适当的公共场合来让民众所取,除了各地护政所以外。 政府服务台也可以索取各地护政所的数量则依照各地人口比例来分配,是否还有第三波索取将是第二波索取情况再说。 这